嗨我是雀雲 歡迎收看這一餐煮什麼 今天我要帶來的是高麗菜羹 那大家聽到羹可能就覺得 哇 一定很肥 因為羹就是濃稠嘛 會加一些粉下去然後勾芡這樣子 但羹其實可以清淡一點的 整個羹湯可以讓你有飽足感 但是不會那麼濃稠 甚至你可以直接喝這個羹湯就好了 也不用配飯 OK 那我們看看食材吧 學而食材有高麗菜 豬肉 香菇 黃蘿蔔 大黃瓜 雞蛋 OK 那我們先來醃我們肉的部分 我會先加白胡椒鹽 量看個人喔 有學生喜歡吃鹹一點就可以加多一點 醬油大概一湯匙就可以了 好 醬油一湯匙 加來 米酒 米酒也是一湯匙 加來 那這邊好了之後我們就可以先抓醃一下 好 那我們剛剛抓醃過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太白粉 那太白粉的量不用太多 一點點就可以了 主要是把這些肉啊 把它包覆起來 那你煮的時候它也不會過勞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種吃法的 因為羹湯不見得一定要很濃厚 羹湯可以清淡一點也可以 那為什麼會選擇高麗菜 因為高麗菜我覺得它非常有飽足感 你大量的時候 而且高麗菜就很便宜 你大量的時候吃 非常的飽 OK 那我們熱一個油鍋 我們先炒紅蘿蔔 好 我們先給它拌炒一下 稍微先炒一下之後再下香菇 那我所有食材我都會先炒過一遍 好 現在就可以下香菇 這種配料就是羹很常見的 非常常見 非常基本款 香菇 紅蘿蔔 這些都很常見 那我們就給它先炒一下 那個香氣就會出來 香菇那個味道 好 炒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大黃瓜也下下來 我根本非常喜歡吃黃瓜 大家上次也看到我那個黃瓜的那個燴飯 我真的覺得蠻好吃的 你把它燉到爛之後 因為真的是入口即化 這邊給它拌炒一下 那我們這邊都還不需要調味 我們等高麗菜下來之後再來調味 這邊就可以下我們的高麗菜 那我這邊是準備四分之一的量而已 沒有很多 高麗菜下來不用壓它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調味一下 看你喜歡加什麼 加鹽巴也可以 加那個雞粉也可以 都可以 然後就可以撒一點白胡椒 這邊給它拌一下就好了 稍微給它燜一下 好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熱水加下來 這個水量也是大家自己去拿捏 因為有些人喜歡吃比較稀一點的 那有些人喜歡吃濃稠一點的 不一樣 那像我是加了1000CC的水而已 大概有淹過這些材料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先給它慢慢燉煮 等它滾了之後我們再來加肉 OK 哇 高麗菜真的是很香 好 那我們現在燉得差不多之後 我們先加肉 加完肉之後再給它繼續燉 那我們就把我們醃煮的肉 分散給它下下去就可以了 因為我這個是勾很薄的芡 所以不用擔心會很濃稠 那你覺得不夠濃稠的話 你再加一點太白粉水 下去給它勾芡就可以了 很自由喔 這種料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火開大 最後我們再加我們的蛋 大概在五分鐘就OK了 OK 香啊 蝦片有豬肉的味道 那個豬肉的味 這個吃起來應該很嫩我覺得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吃這個黃瓜醬一夾 就斷掉了這種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好吃 蛋可加可不加 看大家自己喜不喜歡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我覺得加蛋就是提升 提升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我們就可以加太白粉水 那量自己加 我這邊會加一點點 不會全部加完 大概這樣就夠了 攪拌攪拌就會有濃稠感 不用太稠 OK 我的高麗菜根 完成 試吃時間 來 吃一下我的高麗菜根 這高麗菜根 很好吃 我個人覺得這個不用配飯也可以飽 但我覺得這種根好像適合食材 都要煮到最軟爛 就會很好吃 對 就是那種爛到那種 你一 要叫什麼 入口即化 那種感覺才會好吃 但每個人口感不一樣 有些人是喜歡吃脆的 它不是很濃稠的 它現在還是有點湯水 所以 它就不會加這麼多的太白粉 或是低瓜粉在裡面 你就是不會覺得它很胖 就等於這一餐 你也是有攝取到澱粉 但不會那麼多 你吃吃看我的肉 你覺得它夠不夠軟 不是這個肉 便宜 我覺得這蠻適合給那個 想要瘦身減肥健身 然後呢 應該說這很適合給人家想要瘦身減肥 然後呢 想要大魚大肉有味道 但是又想要清淡 你知道人就是矛盾那個心情 那就可以煮這個 因為這個有味道 同時又可以吃得清淡 對 而且整體上吃起來 對 它雖然不是真正的減肥餐 因為我知道 減肥餐就是 無油無鹽 就是整個是原型食物 對 非常的清淡 那當然不可能 每個月都這樣吃 或是每天都這樣吃 因為那對身體也是一種影響 所以當然是你每個禮拜 你一個禮拜吃一次這個 或是一兩次這個 我覺得都是OK的 對 減肥的是長久之計 不是一個月兩個月 好 這是高麗菜根 楊哥 耶 我就覺得蠻好吃的 好 分享給大家 掰掰